大家好,我是青银小卓 降温一周了,现在的温度是秋季播种花卉和蔬菜的时节 也是适合千叉的温度,今天就来说说花卉千叉 首先选取一到两年生木制化的健康新烧制条 草本花卉也是一样的 蓝雪花也千叉几颗 蓝雪花栽种在半阴环境比较好 这是朋友地里的蓝雪花,看来花期较长 路边农家也有看到几个栽种蓝雪花的 今年很干旱,几个月都没下雨 所以蓝雪花开得很不错 现在来处理插条 保留两到三个或以上芽点 将下部叶片剪掉,上部保留两到三片叶即可 花苞或者花水都要剪掉 扦插机制用盆栽土壤或堆肥即可 我的盆栽土壤是椰康椰壳和稻壳 扦插时可以用笔插条略粗的小木棍打孔 插入土壤大概两厘米即可 扦插后要压实土壤 扦插后用物状喷灵胶透水 在几种繁殖花卉的方法中 扦插播种和分株比嫁接更为常用 播种可以用低廉的价格获得较多数量的花卉 分株多用于球根类花卉 扦插繁殖比嫁接更容易操作 扦插一年4G都可以使用 大多数花卉在摄氏20到25度更容易扦插成活 以上都是扦插的常规操作 那么扦插成活的关键是什么呢 我认为扦插成活的关键是湿度和温度 扦插用的机制也比较关键 在这里面容易忽略的是湿度 苗普扦插会有定时喷磷来保障扦插成活 所以它们扦插成活率高 一般家庭扦插可以每天喷磷一到两次 这里的喷磷不是浇水 用物状喷磷打湿枝叶和盆土表面即可 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必要的湿度 盆土保持湿润但不要积水 在最高温度摄氏25度时 每隔三到四天浇一次水 脱离了根系的插条比较脆弱 所以扦插后要放在阴凉的地方 扦插的成活率和植物也有关系 墨西哥鼠尾草和小叶女真等 基本可以保持在95%的成活率 月季和绣球成活率大概有70%到80% 扦插后25到30天 插条就会生出根系 这时就可以移栽了 可以移栽到花盆中继续栽培小苗 也可以移栽到光照充足的地里继续栽培 这时的养护就和正常的植株一样了 一年多后千叉繁殖的花卉生长成熟 成为花园中的美丽景色 这是花园中的花园中的夜市 今天的节目是您的维度 这次是花园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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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